12月5号 黑龙江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信息 当地一份冷冻食品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截至5号的17点 已经采集各类样本1350份 以处结果989份 全部为阴性 12月4号 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对哈尔滨润水及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产品授钱检测过程中 发现一份冷冻食品 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接到报告后 相关部门连夜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进一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和涉事食品 对相关人员涉事食品和环境进行核酸检测 对涉事食品的直接接触人员全部进行集中隔离 对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居家隔离和健康监测 对环境进行中末消毒 以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43人 居家隔离观察109人 以采集相关人员涉事食品及环境样本1350份 以出结果989份 全部为阴性 其他样品正在检测中 目前 相关部门已对阳性样本涉及经营加工储存场所 及周边环境 以及密切接触者的生活环境 进行了中末消毒和封控 对涉及的冷冻加工原料半成品全部进行了封存 相关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 麻烦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